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宁愿的小窝 我是婉婉又见面了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9月份的爱用品与不爱用品分享 那这个月呢有很多好物要跟大家分享 有几个不太好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马上开始啊 然后我先从底妆品开始说 一个是这一个by terry的 大家知道这一款粉底液 这是by terry的这个 anti wrinkle serum foundation 然后我的色号呢是 7号 golden beige 然后它是这样一个压泵的粉底液 这是一款因为它是serum foundation嘛 是anti wrinkle 所以它有一些anti aging的成分在里边 有着各种酸 那非常非常的薄 这个呢是我天气还很热的时候买的 然后我的T字区呢 因为我是混油性到偏油性肌肤吧 我觉得最近有一点点啊 然后在我脸上的持妆的效果呢还是OK 但是我觉得最近就是天气变冷了之后 持妆的效果也很好 然后质感也很薄 它是一个偏雾面的粉底液啊 然后不是那种radius 像我今天脸上这种感觉 非常radius这样的粉底液 那它这一个呢是116美金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 然后我是在 忘记什么时候买的 但是我有给大家做这一个 上妆评测的测试的视频了 已经这一款粉底液 我自己还是蛮推荐的 可以去试一下 如果你是偏成熟肌的朋友们 我觉得它的确会帮助你 偏换你的纹路 但是它的妆效是偏雾面的 不知道就是符不符合 大家的这一个啊 妆感的要求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款 很好的分底液 我最近蛮喜欢的 OK 然后下面这个定妆粉呢 是这一个 最近好多就是 怎么说呢 这一款定妆粉 就没有太多人去说它 但是我真的是 是很喜欢这个定妆粉 这个是Cat Van D的 这一个叫 Blotting Powder 我的色号呢 是Medium 它是这样子的 里面有个粉铺 这个粉铺对我来说 就是没有用啊 然后它是这样的一个 定妆粉 那这个定妆粉呢 我跟大家说 就是你把它抹在你的脸上 它有一点 跟这一个 ShadowTuber的区别 就是我不用它来定眼妆 因为它有一点点厚 就是因为它有那种 creamy那种感觉 所以有点厚的感觉 而不是像那一个 ShadowTuber那个粉很浮 很薄 很airbrush 就是感觉 薄薄的一层在上面 这个呢 它有一定的感觉 有一点点遮盖力 在上面那种感觉 但是你把它涂在你这一个 定妆粉 比如说粉底液啊 或者是底妆品的上面 除了眼睛的位置啊 你就感觉你的毛孔 一下子不见了 然后 我还有一个色号light 但这个是我夏天的色号 最近一直在用这一个定妆粉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我就直接用这一个 It Cosmetics这个大刷子 然后我沾上这个粉 就直接压在我的脸上 搞定 然后我这个月唯一用的一个bronzer呢 就是这一个 这个bronzer 这个bronzer呢 是不是它新出的两个颜色 是它之前的那个两个颜色当中 那个深色 我的色号呢 就是bronzer 然后大家可以看 我大家可以看清楚啊 就我真的是用了很多 但是它真的是不往下走 说实话 真的是很耐用啊 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 在我皮肤上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 我试到这个位置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 就它给你一点点 中间的那个 warm的颜色 它又有一定的亮泽度在 又不是纯雾面 它不像我今天脸上用的这种 非常非常warm的 这种偏 红色tone的这样的一个bronzer 它就是偏中间色 你可以用它来contour 然后再稍微的warm一下 你的皮肤也是完全OK的 很便宜 开价品 质量非常好 我就不在这多说了 因为我这个月 一直在用这个bronzer 所以我就拿出来说一下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什么呢 说这个高光吧 我有两个高光要说 两个妆效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个高光来说 我先说这一个 非常高光的高光 就是超级亮的高光啊 就是雅诗兰黛的 这一个叫什么 Bronze Godness 01号 Heat Wave 太漂亮了 朋友们大家看一下 太漂亮了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它外边这一圈呢 有点那种粉色 中间这一个呢 有点金色 所以刷上来是这种感觉的 大家看到 哦我的妈 超级超级漂亮 然后你给它晕染一下 真的是Godness 大家看到这种感觉的吗 非常非常地Motellic的那种妆效啊 然后如果你怎么说呢 喜欢那种叉叉的高光的话 这个真的是超级漂亮 但是它不会给你那种大的glitter在里边啊 或者是厚厚的那种file在里边 它还是这种Baked Jelly 这种powder 所以超级超级漂亮 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个产品啊 然后接下来相反的这一个呢 关键是它真的很持久 非常非常持久 让你惊艳的持久 我跟大家说 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 给它比较suttle 比较soft的这个高光 就是YSL的这个高光 YSL这个高光呢 我刚开始呢 是不想把它放进来 是因为它实在是太贵了 但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它 我又不能不把它放进来 大家看到是这样子的 我的色号呢 是01号 它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粉非常非常压实 你刷子进去 一点都不漆粉 在这里 大家看那种感觉 就是透敷的亮 就是那种透敷的亮 非常非常可爱 而且它一点分质感都没有 就你刷到buff到脸上之后 一点分质感都没有 感觉就是你这个地方 有什么东西在这 提亮了一下 但是你看不到任何分质感 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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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这一个 真的很贵 但是如果你有预算的朋友 你不想要叉叉的高光的朋友 你又嫌液体的高光很麻烦的朋友 超级棒 非常非常推荐 然后两个腮红 当当当 这两个Joy的腮红啊 然后这一个大家看到 这个包装呢 是它原来就是 就是第一代新出的这个Dio 是Adorable 在这里边 这呢是比较偏Peachy Nude 这样 我就是直接把刷子进来 两个刷到一起 大家看到它是偏裸色调 这样子的一个腮红 然后这一个呢 就是新出的这个Rose Gold 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Shimmer感的 这个是Satting质感的 两个都是 都是有这一个 亮泽度在 只不过这一个是Shimmer 要更 亮一些 非常非常漂亮 我自己的话就是刷子进来 两个颜色沾上去 扫在脸上 那我想说的是 Joy的这两个腮红呢 你在斯福兰是可以买到的 然后它的粉质呢 比较松散一些 就是你刷子进来的时候呢 它会 浮上一些粉 就像一些眼影 但对吧 就会K粉下来 它也会K粉 然后接下来就是 眼影盘 我先说第一个眼影吧 这个是Hourglass的这一个 叫Scattered Light Glitter Eyeshadow 然后我的色号呢 是Reflight 就真的是蛮漂亮的一个 这个提亮的产品啊 然后我知道Mark Jacobs好像也出了 但是我对这个完全不感兴趣 然后我最近这个Glitter的产品 不想买那么多 因为秋冬到了嘛 然后我觉得就是像这种 比较Foil的眼影就够我用了 不想就是Glitter到处都是 你知道到处就那个黑色的毛衣啊 什么上面就亮晶晶的 不太美观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是蛮漂亮的 如果你想要一个这个高光感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蛮漂亮的 然后下面这个三个的眼影呢 我自己这个月用的比较多的是 Colourpop的这一个 Supernova Shadow 然后我的色号呢 是Walk of Fame 这个呢 我说过好多次了 但是最近就是我用了几个这一个 比较偏这一个 warm的 neutral的 不要说warm嘛 就neutral这样的几个眼影 我觉得它亮泽度不够 我就把它打在上面 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后它跟斯蒂莲的区别就是 它呢 要便宜很多 第二个就是 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漂亮 你喜欢大地色系的眼眼的朋友 这颜色真的很漂亮 看到它里面的Shamer呢 不像那个斯蒂莲那么 那么大 斯蒂莲那个就完全是 液体的Glitter了 这么说 它还是有点 Vitalic那种感觉在 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Walk of Fame 几块钱 六块钱 七块钱 我忘记了 人手一支的好东西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眼影盘 这几个眼影盘 我们都要说一下 一个是这一个 Anna Sessa Barbecue的这一个 Novena的这个眼影盘 如果你喜欢紫色 眼影盘 这一盘不容错过 OK 我跟大家说 它新出了一盘叫Saltry 那盘我不会买 为什么它涨价了 No 绝对不会买那盘啊 然后毫无理由的涨了三块钱 正常的像这一个 大家看到这个眼影盘 几个色 14颜色的眼影盘 多少钱 42块钱 然后它现在新出的 那个Saltry 45块钱 就是在大家好无依景的状况下 就涨了三块钱 真的吗 Anna Sessa Barbecue 你的产品已经好到 可以涨到三块钱的地步 No OK Saltry那盘 我绝对不会买 大折我也不会买 除非打五折我会买 所以没有那盘 我 裁妆品 依然丰富多彩 所以那个 我绝对不会给大家review 非常抱歉啊 朋友们那一盘 为什么要涨价 很奇怪啊 Anna Sessa Barbecue而已 你还涨价 我觉得这个颜色 就对于我来看到 怎么说呢 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紫色了 但是就是 我没有办法用好它 我不知道该怎么用 这个颜色啊 我用在眼睛下面 也非常的显眼 用在眼睛上面 也非常非常的脏兮兮那样子的 其他的颜色 我都很喜欢 上面这一套呢 都是Metalic的 下面这一套呢 都是这种比较 叫什么 雾面加Saturn Finish 这种感觉的 这个就有点 Saturn Finish那种感觉啊 所以这一套 我自己蛮喜欢的 42美金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45美金 No 大家说 你就差这三块钱吗 我不差这三块钱 但是涨价 涨得没有理由 大家都没有涨价 就你夸一下三块钱 我们回到这一盘眼影啊 我们家前面的一个车在响 不知道怎么搞的 然后呢 这一盘呢 长成这个样子 非常的warm tone 我已经给大家做过 上妆的视频了 这个眼影真的是 超级超级超级漂亮 然后这个颜色呢 到我们家的时候就碎掉了 它这种干的 Glitter这种的 非常非常漂亮 如果你对这盘感兴趣的朋友 我还是强烈 大家可以去店里试一下 如果你是 因为它粉纸真的很软啊 这个颜色 就是到家的话 基本上百分之七八十都会碎掉 所以我建议大家是 去店里买 颜色非常非常的可爱 然后很 很砖红色了 其实说实话 Bobbi Brown出这种色彤 让我蛮惊艳的 但是它质量真的是 非常非常到位啊 然后持久力 晕染度 我会把相关的那一个 我上妆那个链接 给大家发到底下 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 这个眼影盘的 上妆的感觉 最后一个我很喜欢的 就是Ami Neo 83 这个眼影盘啊 然后我知道这一盘呢 大家对它的评价呢 不太 不太好 就是因为它的质量 不是非常的平均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一盘的shamer 大家一定不要用手去上色 你会发现 还是用刷子 往上拍的感觉要好很多 用手的话 反而把那个颜色带走了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这种放眼影 用手就是最好的 但是这一盘 我真的觉得就是 如果你是出觉者 或者是你不想在彩妆上 花很多钱的朋友们 这一盘眼影 真的是可以达到 你所有需要的妆效 紫色的 neutral的 red warm blue 然后还有一个蓝色的 这一个 虽然蓝色的 是我最喜欢的 一个颜色啊 但是我觉得这一盘 我自己用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已经给大家 做过上妆的视频了 我觉得它上色 对于我来说是 OK的 没有什么就是 不上色啊 或是不好晕染 这一说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一盘 相对于它那一个 The Knees那一盘来说 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 The Wants这一盘啊 就是大的这个眼影盘 然后最后呢 就到口红 口红呢 那我有两个口红要说 算是三个吧 三个口红要说 这个是Fanny Beauty的 这一个唇彩的第二个颜色 那它之前那个颜色呢 我自己蛮喜欢的 我觉得就是比较 包密 就是可以当那种 呃怎么说呢 润唇膏 超加这一个彩妆品来使用 那这个颜色呢 也非常非常的可爱啊 然后我喜欢把它 跟那一些什么红色啊 粉色啊 你都可以混到一起来用 大家看到这种感觉 真的真的真的是 很漂亮的一个唇彩 而且味道的是那种 呃 Vanilla Cream的那种味道啊 然后 啊 真的很好闻 这种感觉 它不是那种 呃 Motellic Glitter Motellic 那种感觉啊 像我接下来说 这个唇彩就是那种 Motellic那种感觉 它就是普通的sheer 然后里面加一点 shamer的唇彩 但是因为它是这种 我不知道它里面的 那种shamer呢 有各种颜色 有blue 有silver 有 我非常抱歉朋友们 我还是要坚持录完啊 有这个blue 有这个shamer 有这个silver 然后各种在一起 所以让这个颜色呢 看起来非常非常可爱 而且它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保湿 有很多唇彩呢 就是你上了这个嘴唇之后呢 亮泽度是在 但时间一久 你感觉会有起屏 那种感觉 它干掉了 蒸发掉呢 里面的这一个 护唇的成分 也不是很好 就会让 反而让你这一个 唇部的水分蒸发 跟着它一起走 所以会变得更干 但这个呢 就滋润的能力 真的是很好啊 非常非常喜欢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这个唇彩 我要说的呢 就是too face的 这一个 tuty fruity的这个唇彩 我要说的就是 我要的这个颜色 叫dream cycle 在这里边 我会把字幕打到这里啊 我不知道这个颜色 为什么 就是跟其他颜色不一样 就是因为 大家看到这种感觉 它那种metallic的感觉 要收敛很多 那我有去 想去 因为这个质感很漂亮 我有想去买它 其他的颜色啊 说实话 但是那些颜色 都没有这一个 要不就是shimer很大 要不就是glicer很大 要不就是质感 非常的奇怪 但是这个颜色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如果你手里边 有一些这种 怎么说呢 有点偏着一个 coral的这样的唇彩 你想 就不是唇彩了 口红 我被那个车搞 搞疯了要快 就是有一种 color的口红 然后你稍微想 加一点层次感 在上边的话 我觉得这个颜色 真的是超级棒 你把它点在这个中间 上下一米 既不会非常的厚 也不会给你那种 就中间有一道那种感觉 但是也不会非常夸张的 metallic 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又 我真的是蛮喜欢用这个的 我好几个上妆视频的时候 都已经跟大家提过 或者是大家可以去 我的信息栏里边看一下 有好多视频下面 都是它跟其他的coral的口红 相结合去打造这一个 怎么说呢 唇妆 有的时候我就直接用手 然后抹上去 然后把它跟其他的颜色 混到一起 这样子的 真的是蛮漂亮的 然后接下来这两个口红 我要说的就是 Dior的这个红管 然后我 而且我又说了 两个其他的新色 到时候再跟大家 做这个搬家笔记好了 然后我这两个色呢 一个是485 一个是587 一个是这种 485呢 都是那种叫什么 Malve色痛的 485这个呢 要浅一些 来看一下 这个真的是 而且它蛮持久的 一点都不干 丝润力真的非常好 那587这个颜色呢 就比较深的 纯的 Malve这种颜色 我们叫什么 Dust Rose 很可爱 然后我又买了 两个其他的颜色 我知道它很贵 但是包装 我是被包装吸引去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 这个口红蛮好的 是Dior的这一个 口红当中 我最喜欢的质感啊 之一 我该这么说 然后它的那一个 Addict也蛮好 但是Addict那个呢 稍微软一些 但是这个呢 要更 Balmy一些 然后更 怎么说呢 更Opac一些 我这么说好了 而且质感非常非常的薄 我很喜欢这个配方 那接下来呢 最后几个产品啊 然后就是 我不喜欢的产品 第一个 Juvia Place的 这一个液体口红 大家一定不要去买 真的是太干了 它比Color Pop还干 它就像Painting 就像Painting 我就不说那两个字了 就是Painting 厚 干 不好泄 还留那一个红色 那种Satting 在我的这个唇上面 真的是让我痛苦了三天吧 我真的是 强烈不推荐这一个 Juvia Place的 红色的 No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 也是口红 我不知道这个牌子叫什么 它长这样子 Tristic Tristic 这个是斯富兰的 这一个品牌啊 然后 这是它的 雾面口红 然后我是在一个 Set里面 就是我买了一个Set 然后它其中有 这一个唇膏在上面 它说它是一个 雾面的唇膏 没错 在这里边 我跟大家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不持久的 雾面的唇膏 它很creamy 它是雾面那种感觉 但是它一点都不持久 它还没有 普通的那种 唇膏持久 我真的是超级超级不喜欢这一个 如果你喜欢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去买一个开价品 都比它持久很多 这个原价好像也要20美金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真的是不太喜欢这个产品 颜色还蛮漂亮 比较秋冬 但是质感真的不懂地儿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 我不太喜欢的产品 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Bethys Bethys的这个Dry Shampoo 然后这个Dry Shampoo 是大家都推荐的 是最好的 开价的 便宜的Dry Shampoo 然后我一共买了 三个这个小瓶 然后另外两个 我用完了 我觉得OK 再说我也不会回购 那种程度 但这个我就 大家听一下 里面还有 就是我真的是不想用完 我就直接把它扔掉 这是它的Original 大家看到 是蓝瓶这个 你看到它错过 朋友们 它什么用都没有 它就是一层白粉在上边 然后你揉一揉 白粉没了 然后你头发的油还在 然后你的Volume 也一点都没起来 然后味道呢 蛮好闻的 但是一点都不好用 什么作用都没有 Dry Shampoo啊 朋友 Dry Shampoo 我是想要它吸油 稍微给我这个发根 一点点Volume 让它起来一下 不要这么塌 它什么作用都没有 然后至于其他两个 吸油效果还行 但是没有Texture 我不太喜欢这一个牌子 三个我都不喜欢 包括大家最推荐的一个粉红色 那个我一点也不喜欢 这个呢 我没用 那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9月份的爱用品 与不爱用品分享了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 真的是几经周折 终于给大家入完了 然后非常抱歉啊 朋友们就是 这个车还在轿着 那今天这本美妆日记呢 就分享到这里的 希望提供的信息呢 能够帮助大家去选择这些产品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妨多多点赞一下 现在的朋友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美妆频道 我们就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咯 拜拜